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进餐后随着对食物中葡萄糖的吸收血糖会逐渐升高 通常把餐后两小时作为一个检测时点来判断餐后血糖的高低 成为餐后两小时血糖 正常情况下餐后两小时血糖比控负血糖或餐前血糖会升高2毫模2内生 当机体血糖偏低时就会启动自我保护机制 通过分解体内注存的糖原而升高血糖 以避免血糖过低对身体造成的伤害 由此可知 通过检测血糖的结果 能反映住上述两个方面的变化 检测的血糖才有意义 这就要求检测血糖是要注重前后的对比性 简单的说就是要配对检测 通常有三种配对法 空腹血糖与早餐后两小时血糖空腹血糖 是只进餐后8到12小时的血糖 它完全不受食物的影响 反映的是机体维持必需生理活动时的血糖水平 是能替全天血糖水平的基准线 早餐后两小时血糖是在这个基准线上升高的血糖 反映进餐对血糖的影响 可以用于判断胰岛功能的优劣 午餐晚餐前血糖和午餐晚餐后两小时血糖 午餐晚餐前血糖不同于空腹血糖 或多或少受上一次进餐的影响 可以反映上一餐食物选择是否合适 而午餐和晚餐后两小时血糖 能进一步反映胰岛细胞 对进餐后血糖升高的反应能力 有助于判断降糖尿的使用是否恰当 夜间二到三点血糖与空腹血糖 空腹血糖升高存在两种情况 一是夜间有低血糖发生 以发自我保护机制 造成早晨空腹血糖升高 二是夜间血糖升高持续 引起早晨空腹血糖升高 前者提示晚餐吃得太少 或是运动过量或是降糖要过量 而后者正相反 表明晚前吃的过多或是运动不足 或降糖要计量不足 综上所述 糖尿病人配对检测血糖非常重要 不仅能看出血糖的高低 还能反映出所采取的治疗措施是否得当 那么多长时间做一次配对检测就合适呢 初次治疗或是更换治疗方案的患者 上述三种配对血糖每天都应检测 每周测三到四天 临时二到三周血糖控制相对稳定的患者 每周选择一到两天 进行一次空腹血糖与早餐 后两小时血糖 或是午餐前血糖与午餐 后两小时血糖或是晚 餐前血糖与晚餐后两小时血糖检测 也就是每周进行一到两次配对血糖检测 即可对于空腹血糖之高不下者 应选择夜间 二到三点起早晨空腹两个时点进行血糖检测 以及时发现夜间 是否有低血糖的发生降死之外 每三个月还应进行一次糖化血红蛋白检测 配合日常血糖检测的结果 就能较为全面而准确的 反应近三个月来血糖控制的到底好不好了 学会了这样配对血糖检测法 就知道冷糖尿病人日常检测血糖 其实很简单 并不需要平凡的测血糖 测有用的血糖才是关键和重点 最后来了解一下糖尿病患者血糖控制的目标 理想目标 空腹血糖小于6.1毫模2内生 增后两小时血糖小于7.8毫模2内生 糖化血红蛋白小于6.5% 一般目标 空腹血糖小于7.0毫模2内生 增后两小时血糖小于10.0毫模2内生 糖化血红蛋白小于7.0% 如果此文帮到了您 点个在打课上点击关注吧 一起学习交流更多健康知识